其实我挺需要你去表达你喜欢我什么的 你是一个特别聪明的人 是一个特别知道自己需要什么的一个人 比如说某个男孩说做得特别浪漫 特别能感动人的那种动作 说来感动你 其实你有的时候就是我在想 如果说那个人出现了的话 你不一定会选择他 因为什么呢 你知道自己喜欢什么 知道自己需要的是什么 你不会说就因为说 你给我点感动啊 给我点小浪漫啊 你不是这种人 我也是姑娘啊 我也是小女孩啊 是不是谁不喜欢你 你就是直接说我喜欢你 我是个干脆的人 你也知道你都给我整整张了 喜欢就行争取一下 不喜欢就拉倒 咱还是朋友 挺简单的嘛 不不观众别起哄 就是这个事 别切别起哄 先别起哄 我明白你的意思 就是说你给十六姐一个解释 你就为什么没有直接的告诉她 我喜欢你 我感觉有点不自信吧 就是毕竟十六姐 我感觉 太优秀了 她在你的心目当中 在我心里啊 在我心里 我不知道别人怎么想 在我心里十六姐 你真的很优秀 真的 真的 我感觉到我心里在你 就像我这样子一样 我感觉到你 真的